大家好,我是爱好恐怖片的美男子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韩国大场面宫廷丧尸片猖獗 情节很精彩厚重,我们一起看 在朝鲜古代,一群士兵洗劫了洋人的货船 然而一个士兵却被咬了,明显这是一个丧尸 但是朝鲜人并不知道,被咬的士兵回到家 明显对肉充满了欲望,当晚就开始发作病变了 他咬死了自己的孩子,接着又咬死了妻子 最后席卷了整个村子 毫无疑问,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变成丧尸 那么丧尸最开始为什么会出现在那艘货船上呢? 故事回到三天前,船上载着洋人的一批火药 里面关着一个即将变成丧尸的人 丧尸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一些朝鲜人暗中和洋人勾结 想购买这批武器,然后试图谋反 建立独立的朝鲜王国,摆脱清政府的统治 这批武器主要是用来对付清军的 不料走漏风声,被朝鲜重臣金子俊发现 并报告了大王 大王感到事情的严重 若是让清朝皇帝知晓此事 后果非常严重 于是他对这些人严加拷问 逼他们说出幕后的主使 此时,大王的大儿子出现 原来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叛党 而是大儿子的一些手下 军事忠勇一世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击退清军在朝鲜的势力 建立独立的大朝鲜王国 但之前曾向父王多次禀报此事 和大王置之不理 听信奸臣的意见 儿子才会出此下策 大王坚持认为这就是谋反 儿子心如慈灰,选择了自杀 希望父王放股其他人 看到这儿,我们可以发现大王有些昏庸 大儿子死了 小儿子李清也回到朝鲜了 他厌倦朝政 之前一直生活在中国 在去都城的路上 他们经过了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就是被那个丧尸 袭击的村子 大王听说小儿子李清回来了 很生气 李清原来从来不过问朝鲜事物 如今哥哥死了 这不明摆着要来夺取政权的吗 大王也愁啊 国内动乱 朝中争权夺势 国外还有个清王朝的虎视眈眈 这个大王难当啊 此时的朝政已被金子俊独揽 大王身边的美人徐英 都是他安排的 他成功蛊惑大王 把他二次的夫人封锁起来 这样的话 不吃不喝 他三天就会死 看来子俊想要赶尽杀绝 很快天黑了 李清在村子里想要找些吃的 结果一个人都没有 突然一群金卫军来了 说要接他回朝 李清明显看出 这些人是来害自己的 一番激斗必不可免 此时村中的丧尸出现 他们一个个宛如恶魔的使者 铺天盖地的袭来 还好有几个强人出现 救了李清 那些金卫军死伤惨重 一人被咬伤了 灰溜溜的逃回都城了 都城即将被感染了 这几个强人为首的朴大哥 是哥哥的心腹 负责保护弟弟李清安全的 其他人则是一些有能力的村民 朴大哥说 刚才看到的丧尸都是夜鬼 只在晚上出现 见人就咬 杀死他们 只有砍掉头 或者刺穿心脏才可以 被咬到手足的人 如果在血液流到心脏前 砍掉手足 就有可能不会变成夜鬼 这里就关着很多这样的人 很明显这样的方法不可行 只不过延缓发病而已 朴大哥说 现在大王根本不了解情况 奸臣当道 国家危在旦夕 能够救朝鲜的只有李清了 而李清回朝鲜的唯一目的 其实是完成哥哥的遗愿 那就是带着哥哥的夫人 离开朝鲜 前往大清度过余生 这边被咬的禁卫军回到朝廷 向姬子俊报告了情况 并索要报仇 子俊得知他被咬后 把他关到了地窖 然后故意把美人徐英叫了过来 他成功被咬 子俊看来要借刀杀人了 这天大王召见这批美女 结果徐英病毒爆发 直接咬伤了大王 这边李清终于见到了 许久未见的父王 并向大王报告了夜鬼肆虐的消息 可大王马上就要变异了呀 李清请求出兵 迅速平定这些祸乱 大王都同意了 可子俊出言否定 可想其权力之大 李清只好兴醒而归 于是他来救大哥的夫人 可夫人不愿意走 他走了 丈夫的灵魂无处安放 生是朝鲜人 死是朝鲜鬼 即使如此 李清还说过几天消灭夜鬼来救他 而姬子俊则抓了朴大哥和那些村民 他说那些是引发暴乱的暴民 通过调查他说 根本就没有夜鬼 只不过是一些狂犬病人而已 等没人的时候 子俊偷偷对李清说 现在朝鲜动乱 你本对朝政无兴趣 对父母无感情 我劝你尽早离开 返回大清国 很快 大清使者来到朝鲜 使者说 最近朝鲜的供奉太少了 希望以后要讲诚意 不要破坏大清功德盟约 晚上大王为使者表演节目 可此时宫殿已经丧失爆发了 马上就要工程了 终于大王也彻底爆发 朝着这个漂亮的小姐姐扑了过去 这一切都在子俊的预料之中 他亲手杀死了大王 这一幕正好被李清看到 宫殿版丧失工程 大家看一下 此时子俊成为了实际的掌权人 趁乱他要改朝换代 自立为王 夜鬼越来越多 眼看就要守不住了 子俊和李清两拨人 都要集结势力 先进行击杀夜鬼 就这场面 拍得丝毫不均于欧美丧尸片 终于天亮了 子俊打算趁着天亮 统一兵力集中消灭夜鬼 可不幸的是 一个夜鬼偷袭了他 他手被咬伤了 大臣们不想跟随他 想趁机杀死他 结果这群猪猪 都被子俊反杀了 李清开始布置战术 也准备晚上消灭夜鬼 在这个房子里 遇到了子俊 他后面还跟着一群夜鬼 结果助手被子俊杀了 大家都很伤心 傍晚了夜鬼开始出动了 朴大哥不幸被咬了 他要主动执行战术 反正都是死 晚上来了 朴大哥努力敲鼓 把夜鬼引到宫殿 然后点火要烧掉整个宫殿 结果子俊又来了 阻止了这一切 并杀死了朴大哥 眼看计划 无法顺利进行了 李清单枪匹马杀了进来 执行计划 开挂般的存在 他要点火 结果再次被子俊踩灭 于是他与子俊打斗 眼看情况不妙 女强人神射手射来了火箭 李清从容的点燃了宫殿 宫殿内的夜鬼都被烧死 可子俊还是跑了出来 终于在屋顶 李清亲手杀死了子俊 此时 来支援的军队也赶来了 这场灾难终于平息了 故事也终于结束了 下面 我简单说一下对这部电影的看法 内容上两条线 一条是李清与子俊的宫斗 这部分描绘的非常的细腻 跟中国古代宫廷剧的套路一模一样 我认为这才是主线 另外一条就是李清与夜鬼的厮杀 这是附属 最终子俊死了 夜鬼也被消灭了 两条线穿插在一起 内容就显得非常的厚重 当然 完美融合到一起也不那么简单 人员关系很复杂 也包含着浓厚的感情色彩 影片也侧面表达了 古代朝鲜渴望独立自由的思想 在这儿给大家科普一下 本篇《大王姓李》 朝鲜李世王朝于1392年建立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才灭亡 李世王朝经历了27代君主 519年的历史 大致相当于中国明朝和清朝 两个朝代的总和 从李世王朝建国开始 便一直向中国俯首成臣 历代国王均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 并每年向中国缴纳供奉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500年 一直到甲乌海战才结束 所以 古代中国对朝鲜等周边附属国的威慑 那是相当大的 所以 本篇表现出的一部分朝鲜官员 希望摆脱清政府的统治 是有历史依据的 题材上 本篇非常的新颖 古代宫廷丧尸围城 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 场面宏大 丝毫不逊于欧美科幻大片 而且还具有明显的韩国特色 画面唯美 特效制作精良 绝对的韩国顶尖团队 俯山形的圆埋人马 演员阵容也异常强大 理性饰演者玄斌 与子军饰演者张东健 两位韩国顶级男演员对表演技 导演金成勋 更是指导过众多超高分的影片 这就导致该片已经上映 并霸占了韩国同期的电影票房 这种涉及血腥 丧尸题材的电影 韩国感如此大手笔 我感受到了 韩国电影工业的强大与野心 当然也许是尝到了 俯山形的甜头 这一点 我们也应该去学习 淡淡尝试勇于创新 当然细腻的弓斗多了 时间就收不住了 两个小时的电影 看到一个小时 感觉很过眼 基本可以猜到结局 但是硬拖了一个小时 导致后面明显会审美疲劳 结尾仓促 没有力度 这也是本篇 评分不是特别高的一大原因 即使如此 在这个元旦 拉上你的好闺蜜 带上你的好机友 一起观看猖獗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 就这演员阵容 这特效制作与场景 绝对的亚洲一流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吧 再见